乌克兰演员在一旁欢唱 北京唯一一家乌克兰餐厅在俄乌开战后 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消失了 而其实不寻常的气氛 从未踏进餐厅那一刻就开始 本该亮灯的招牌全熄了灯 以问灯为何不亮 答案耐人寻味 以乌克兰首都基辅为店名 此时正是俄乌开战的地方 虽然大陆始终没正面表态 但习近平一向与俄罗斯总统土丁走得近 开战前两人还因北京东奥见了面 更传出习近平下令援助俄罗斯 正值敏感时刻 餐厅人员也赶紧把路口处 显眼的五星旗和乌克兰国旗撤除 就连在餐厅多拍些照 也会被立刻关心 你这些拍就对了 有些东西不能跟您说了 反而给您自己惹事 第一时间这些阻挡镜头的人员 还会告诉你他们是店员 但仔细观察 这些人口袋里都放了紧用的对讲机 因为他们根本都不是店员 而是便衣 您的身份是 您的身份是 您不能看 三间其口不表明身份 作为北京唯一官方认证过的乌克兰餐厅 原本主打能打卡拍照 品尝当地美食 却也都因而无交火 路方挺饿的态度变了调 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紧张 安插警力 就怕有心人士来闹场 这里谢谢片于北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